疫情来袭原本议定在台东玩的游客是纷纷退掉行程 关山米国学校原本满党的团客几乎都退观光 而台东知名的茶园则是主动退团 损失将近1500名的客人 就是怕疫情范围扩大 而台东慢经济先在这一波疫情平安度过再出发 红色的部分就是几乎都退掉了 疫情来袭原本预订来台东玩的游客 纷纷退掉行程 关山米国学校一个月的团体课几乎都被退观光 民众现在进入店内必须使用实名制表格 就是希望不要漏掉可以追溯的防疫环节 本来就是要配合这个防疫嘛 这个少一下就可以让我们觉得比较安心 不然一方面保护我们自己也保护别人 以防疫为优先的还有台东知名茶园 配合政府政策主动退团 损失将近1500名客人 就是怕疫情范围扩大 因为是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们配合中央防疫中心的一个活动 所以我们就在5月8号 我们就之后我们就开始停止到现在 我们是预定到6月15号截止 那6月16号以后才开放 那也是要看疫情嘛 要看情况 目前是这样 我们退掉的人数大概有将近1500人 业者全面配合防疫 也希望目前民众能够暂时避免移动 好好待在家中 台东慢经济 先等待这波疫情平安度过 再出发 记者陈安如管闪证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